还记得轰动一时的迪鹰儿子孙安佐扬言,在滨州校园制造社会事件的风波吗? 虽然他已经成功返台,但在台湾依旧遭到起诉,为儿子操碎心的迪鹰在直播时边喝酒边帮儿子喊冤。 聊到儿子孙安佐的案情时,迪鹰声泪俱下,还哭诉记者找他时,他以为是老公又跟哪个妹子去打球被拍到了,没想到,居然是儿子又出事了。 情绪激动时,他更是爆出休想要抢走我老公,并直接点名尤其那个姓林的。 一旁的孙鹏健壮尴尬地止住了迪鹰的爆料。 直播出来后,迅速引起网友和媒体的关注。 林姓女子的身份也被网友猜了出来,不是别人,正是2015年和孙鹏传出绯闻的女囚友,也是台湾男星王传仪现在的妻子林小薇。 只是迪鹰现在对待孙鹏绯闻的态度,与过去差很大。 他与孙鹏的婚姻,早已是一地鸡毛。 迪鹰的故事,大概在他儿子出世,还有兰杰英去世的时候,大家都听了很多了。 老牌艺人,脾气火爆,有时候的表现也很细精。 孙鹏则是台湾知名演员兼主持人,主持得国光帮帮忙,收视颇高。 迪鹰和孙鹏因为拍《我的阿爸我的子》相识,在片中孙鹏对迪鹰展开猛烈追求。 两人的关系,还从戏内转到了戏外。 迪鹰曾提到,两人在第二次剧组聚会时,孙鹏就打电话给他,问,你嫁给我好不好? 要知道,在拍戏时,孙鹏是有女朋友的,还不止一个。 为了追求迪鹰,他和外面的阴阴艳艳都断了关系。 连孙鹏自己都承认,与迪鹰交往后,只有迪鹰一个女友。 不过孙鹏的热恋期很短,戏拍完了激情期就过了。 但他又舍不得迪鹰,怕迪鹰爱上其他人,于是转而向迪鹰提出订婚的要求。 但是迪鹰猜到了孙鹏所想,直言,只结婚不订婚。 由于在三后,孙鹏终于在交往一年后与迪鹰结婚。 因为孙鹏前科累累,两人的婚事遭到迪鹰亲友的强烈反对,但迪鹰依旧嫁给了孙鹏。 1998年,两人举行了规模很小的婚礼,只宴请了少数亲友作为见证。 台梅并不知道两人已婚的事实,但迪鹰却很想让人发现他们的关系。 迪鹰怀孕后,干脆搭着肚子去买菜。 但直到怀孕八个月时,台梅才发现她已经有孕。 但是对于迪鹰的结婚对象,台梅依旧没有挖出。 后来,迪鹰还在节目上吐槽狗仔不够尽责。 除了对隐婚态度不同,迪鹰与孙鹏还经常为小事吵架。 吵到最凶的时候,迪鹰不仅撕了结婚证,还三度离家出走。 结婚两年后,迪鹰单方面宣布离婚。 台梅才知道她的结婚对象居然是孙鹏,而且两人还有了一个儿子。 隐婚仪式公开后,迪鹰对台梅评价自己是偷偷摸摸结婚很不满。 多年后依旧在吐槽当时的媒体,硬要携我躲起来。 但就在台梅觉得迪鹰与孙鹏离婚板上定定时,两人又神奇地和好了。 只是矛盾依旧在,2003年,孙鹏与迪鹰正式签字离婚,结束六年的夫妻生活。 对于离婚的原因,迪鹰和孙鹏竟然一致地认为,迪鹰要负更大的责任。 孙鹏觉得,迪鹰婚后依旧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朋友身上,不顾及她的感受。 迪鹰曾想试着改变,并想加入孙鹏的圈子,却又遭到孙鹏的拒绝。 于是,她索性再度把重心放在自己朋友身上,还和朋友去酒店喝酒。 只是后来因为毕业于国光的金玉兰介入,加速了两人离婚的步伐。 迪鹰上节目时就曾问孙鹏,是爱我还是她? 离婚后的孙鹏去了内地拍戏,而迪鹰转去开海洋餐厅,两人起初老死不相往来。 而且,离婚后的孙鹏很快又有了女朋友,还不止一个。 最高调的便是她追求小攀攀。 2005年,她在节目中放话喜欢小攀攀,还找妥宗康要小攀攀电话。 但是,迪鹰也没闲着,也找了男朋友,数量还要和孙鹏的差不多,颇有与孙鹏比拼的意思。 而儿子孙安佐,则成了两人感情的调节剂。 按迪鹰的说法,是儿子很爱他爸爸。 在孙安佐的调节下,迪鹰与孙鹏矛盾减少,后来更是慢慢变为朋友,还一同上了节目。 在节目里也是相处融洽。 为了孩子,让有一个完整的家,已离婚的孙鹏和迪鹰居然又搬到一起住了,只是分房睡。 但是,两个人的复合苗头早已出来,迪鹰后来表示离婚时特意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,想让丈夫后悔,结果第二天,自己先后悔了。 孙鹏也表示离婚不能太冲动,疑似挽留迪鹰。 正是同居后,两人感情慢慢回温,很快高调复合。 2007年两人正式举行婚礼,孙安佐则成为他们婚礼的花童。 复婚后的迪鹰,在婚姻里改变最大。 复婚后,迪鹰改掉了从前以朋友为重心的生活习惯,断绝了与许多好友的关系,只为了照顾老公和孩子。 他的脾气收敛了许多,在家里都让着老公。 他也承认自己,害怕老公,这是真爱无误了。 他对老公做的多数决定都能接受。 哪怕是老公在节目中,可能会不选他作为下辈子结婚的对象。 他自己也非常享受在婚后的改变,他将自己的改变统称为好女人。 而孙鹏完全相反,复婚后的他将重心,放在朋友身上。 复合后孙鹏沉寂了几年,却因为花边新闻,频频上媒体头条。 2015年他被拍到与蝎子女林小薇一同打高尔夫球。 不仅如此,孙鹏还被拍到进了林小薇的闺房夜不归宿。 事情曝光后,孙鹏表示林小薇只是自己的求友兼助理关系, 所谓的相归也是自己的工作室。 而敌音高调,声援孙鹏,只是那句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家庭耐人寻味。 好景不长,2015年11月9日,孙鹏再度被台媒胎到进入某高尔夫球女子住所, 还与一名短发女子手牵手。 当他对女子说,你是我,时发现有人迅速停止。 此女子被台媒挖出是曾经做过童星,后来转作幕后的阮小姐。 对此,孙鹏解释,此女子是普通球友,敌音再度开枪,表示相信孙鹏。 比起阮小姐,林小薇被台媒提及的次数更多。 外加她后来与王传一结婚,名气更盛。 敌音则不止一次地开枪澄清,孙鹏不是笨蛋,不会专门给记者拍到出轨。 对于有女子陪孙鹏打球,她反而很开心,因为自己太忙了,没有时间陪伴左右。 面对别人的质疑,她强调自己不是放任孙鹏,而是信任孙鹏。 看到敌音态度如此坚决,很多人都以为她真的不在乎,也早已放下了孙鹏与林小薇之间的绯闻。 没想到,这次直播时,她却久后吐真言,直枪姓林的别抢我老公,看来以前的淡定都是装出来的。 这段五年前的绯闻,依旧是她一个心结。 只是,她真正该枪声该教训的人,难道不该是孙鹏吗? 而且,本来是在说孩子的事情,为什么又要突然拿第三者出来说呢? 都是求友,为什么不提软小姐,而提更有名的林小姐呢? 还有,那么痛恨小三,儿子劈腿法OK? 这些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 而近日,更有媒体拍到孙鹏一家外出聚餐,孙鹏疑似刚刚做完手术。 近期,孙鹏、敌音一家聚会,宝贝儿子孙安佐特别带上女友麻吉兔,也就是阿奶来见家长。 对于儿子的女友,敌音喜爱到直接喊她是我媳妇,可见好事尽了。 而敌音近日也在影片中坦诚,彭哥的手去开刀,原来,孙鹏2021年泡汤时跌倒,导致右手韧带撕裂伤,近日被检测出旋转机撕裂伤,因此开刀治疗。 根据,自由时报,报道,孙鹏此次手术耗费三十几万,过程相当成功,已于昨日成功拆线,不过需要带固定支架,身体并无大碍。 对于孙安佐带回来的女友,孙鹏也大赞,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,敌音。 孙鹏这一关全过了,可见孙安佐结婚喜讯应该不远了。 孙鹏和敌音纷纷合合许多年,可以说儿子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 随着独子孙安佐入行并活跃,孙鹏与敌音这对演艺圈夫妻档又受到关注,两人因拍戏结缘,1997年结婚后生下孙安佐,但不到两年就离婚。 却在多年后的2007年又复合再婚,当时还剩大半了婚礼,而孙鹏无论在第一次结婚还是第二次结婚的过程中都闹出绯闻,算是导致当年婚姻破局原因之一。 近日孙鹏上节目揭开破镜重园内幕,也松口吐露2015年与林小薇打球传绯闻的始末。 孙鹏日前做客《十一点热炒店》节目,聊到与敌音离婚又结婚的酸甜苦辣,必定提到她2015年被拍到跟蝎子女林小薇密友打高尔夫的绯闻事件。 孙鹏直呼这当然不是真的,还原当时是约了很多人一起打球,但约定时间到了,只有林小薇一人到场,才只好两人下场打球,强调只是球友,并非外界想的那样,也劝众人要慎选运动避免误会。 孙鹏坦言此事报出后,有郑重跟老婆迪鹰道歉,但迪鹰并不领情,直到这几年,他才慢慢气消原谅。